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颗的 三颗 三颗珍珠宝藏 第一颗小鱼出任務 任務出發 第一用那個搖桿 可以 你也太小心了吧 快點 好 快點 我要走 左右邊 等一下 我覺得這裡有點 快點 快點 怎麼會這樣 歡迎第一颗來到失敗區了 失敗區 好 我這次一定可以的 任務出發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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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時間 這次就順了 這次就順了 可以 來 來 過得去嗎 好 我的頭一直動 耶 小鈺回來 最後一顆到底 香草姐姐這顆 可不可以成功的運送完了 好 我要走別的路 預備 GO 快點 快點 可以 穿越中間 直直上游 來 來 進去 耶 進了 2分 可惜 換我 加油 來 加油 千明寶彈珠歸零了 在玩的時候真的會很緊張 真的嗎 真的 第一顆 魔法 加油 小鈺 預備 GO 快 來 是不是左 你舌形 左 有沒有 有 來 歡迎失敗區一顆 不簡單耶 真的喔 有點困 有點難度對不對 好 小鈺出任務第二顆 出發 出發 我在說要走別條路了 好 走別條喔 前方 顯二 這裡 這裡有點難走耶 怎麼會 預備 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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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中有 有來有去的 有 有 不錯 好 這次我要一樣要換邊了 好 準備 GO 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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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左邊 左邊 右邊來一下 欸 我跟妳講 檸檬哥哥很會游泳的 自己自行 欸 跟著他一起晃 那要過去喔 不錯不錯 平手耶 平手 耶 今天要帶大家做的就是 小鈺出任務 那需要怎麼樣的材料 才可以製作這個遊戲呢 趕快看看吧 需要的材料有 綿繩 吸管 牙籤 彈珠 裝飾圖案 熱絨膠 口紅膠 長尺 剪刀 美工刀 鉛筆 以及圓形切割刀 材料都準備好了 那是誰來跟著我們一起來做玩具呢 大家好 我是江仁 大家好 我是佩晴 歡迎兩位小朋友跟著我們今天 一起小鈺出任務 那既然是小鈺 我們要準備的這個板子呢 它的長度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那個長 是40公分 寬 是25公分 那你們知道為什麼 我們的這個背板的背景 是使用藍色的嗎 魚住在海裡啊 沒錯 魚住在海裡 那來看過來這邊 因為到時候我們會希望 放一個船在這邊對不對 這邊就是成功區 可以看到我們的窗口這邊 挖了兩個洞 剛好可以讓彈珠穿過去 那我們要在這邊畫嗎 沒有喔 那我們要在哪裡畫呢 要把紙板翻過來 如果我們畫失敗區的洞 我們畫在這邊的話 翻過來 剛好在我們的 紙板重要的軌道上 這樣彈珠就出不來了 就歪歪了耶 所以這邊也要記得 船要翻過來 你如果這樣子畫 就對不到了 翻過來 沒錯 那我們在這邊呢 畫兩個成功區 出來覺得像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佳人 可以幫我們設計一下 失敗區的洞好不好 好 已經兩個洞了 那再一個 再一個我們讓女生試試看 想一下在哪 換佩琴 佩琴來 你想要難一點的 還是簡單一點 難一點 當然是要難一點才好玩啊 對那難一點的話 就可以設計多一點的 再畫難一點 好那我 有沒有可來示範一下 我們這個洞口 要怎麼把它挖下來 可以使用美工刀 但是因為美工刀它很尖銳 所以呢小朋友這個步驟 一定要請家裡面的大人 或者是爸爸媽媽來 幫你做這個地方 不然可能會割到手 那如果把這些步驟呢 重複的 把你後面的這些洞 全部都挖開來 就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醬醬 好像兩個珠皮孔 我們的成功區 對 那可以翻到後面來 你看其實 有沒有 我們都沒有要挖在我們的軌道上 對 我們都避開了 接下來呢 很簡單 小朋友最喜歡的 對 很簡單 我們要來裝飾我們的海洋了 沒錯 沒錯 那裝飾這個步驟呢 我就交給佩琴 那這邊小朋友可以使用 像是雙面膠 或者是口紅膠都可以 海洋感覺都出來了 既然我們前面設計好了 那現在要設計我們後面的機關 對 因為我們還有分 失敗區啊 跟成功區 沒錯 機關要怎麼設計 來 看過來 好 首先呢 我們要先準備一個 長22 乘寬4公分的直板 那我們就使用了熱熔槍 我們這邊可以小心的 把它黏上來 對齊我們剛剛設計的斜坡 好 繼續接下去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要準備一個 24.7 一樣是乘4公分的 嗯 高度都一樣 對 那我們要黏在這邊 好 那現在可哥請家人幫我 一起把它壓緊好不好 那小心不要摸到下面了 好 接下來我們要黏這個斜坡的地方 22長寬一樣是4公分的直板 就沒問題了 好 剩下最後一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要準備一個3.7 一樣成4公分的直板 那到時候呢 我們的彈珠就可以從成功區滾出來 這一邊是成功區的 沒錯 那這個座台要怎麼設計呢 它的這個長是45公分 寬的地方 也就是它底座是25公分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它上面這個地方呢 是1公分往上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設計它的這個斜坡 這個斜坡我們可以設計40公分 我們再讓這個斜坡呢 不要那麼抖 再一個10公分 就剛好這樣子可以連在一起 小小溜滑梯 對 那小朋友如果 你跟我們設計的傾斜程度 不一樣沒有關係 只要你自己設計的傾斜程度的 兩個板子是一樣的就可以了 準備好兩個一模一樣的這個斜坡的板子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來設計它的出口 要怎麼設計呢 把我們剛剛設計好的板子的後面 我們把它對過來 到時候我們的出口 會讓鹽在這邊溜出來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 設計一個0.5公分 這個寬度剛好是我們指板的寬度 它的出口長度寬度要多少呢 我們可以設計一個3乘3的小正方形 我們就是這樣子把它割開來 好 這樣就是一個出口側板的部分 就大功告成了 耶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做他們的背面了 我們需要 35公分乘以25公分的板子 那我現在把它黏起來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它的旁邊都還是空的 所以現在我們要把它黏上去 剛剛做好的邊邊 好 壓一壓 一邊完成 一邊完成 還有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我們來對齊了 好 對齊出口 我們底部的地方我們準備一個 25乘25的正方形紙板 像這個樣子 25乘25 好 那這個正方形要怎麼處理呢 我們可以把它這樣 它其實可以剛好的放到我們的這個裡面 但是它現在背很空 空空的 它背空空的 我們要幫它準備把它的背蓋起來 這個寬是27 那它的長呢 是45公分 很長 喔 好 準備合體 好 我想這樣子應該已經黏好了 江蓮妳覺得呢 黏好了 我們現在要幫它做它的遙控器的台子 那這邊我們準備一個 25乘10公分的板子 它是可以像這樣子很順的放進去的 扣進去的 兩邊都可以用這個熱熔槍把它固定 我們彈珠來一下 好 彈珠 妳要投哪一區 投 失敗區 那佩琴幫我投 好 從那邊掉出來 對不對 現在還沒有一個台階可以接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做台階的地方 好 做台階的話 首先呢 我們要先準備 這邊是9.5公分 好 下面的是12公分 這邊是5公分 再準備一個長方形 12.7 跟3公分 好 那這個鞋鞋 這邊呢就是我們溜滑梯的這個面板了 要讓彈珠從這個溜下來 所以一樣要跟著這個斜斜的 是斜的喔 接下來就是 跟剛剛一樣的梯形大小是一樣的 對齊 對 然後對齊 把它黏上去就可以囉 成功 好看 可以 溜滑梯 好可愛喔 有 有 只想做玩具 來他一起玩遊戲 那因為我們有成功區跟失敗區嗎 對 所以要做兩個 沒錯 要有個板子可以把它綁住 好 那我們現在要做板子 對 我們溜滑梯的板子呢 我大 4乘於5 好 我們現在把它黏起來 好 有點像英文字母 H 然後怎麼黏呢 它的位置是在這裡 所以黏起來 那另外一邊就交給檸檬哥哥 沒有問題 然後黏的時候要記得 對齊它的出口 好 那現在呢 那我們也可以做一個 彈珠的放置區 其實要做不錯都可以 對 如果你有自己的彈珠盒子 收納盒也可以 那我們現在已經做好一個了 我想把它放在前面 這裡 好 小朋友們 現在你們已經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了 耶 那接下來的二十要怎麼完成呢 我們要準備六根吸管 那大家可以看哥哥的桌上 而且呢 我們這六根吸管是取吸管中呢 可以這樣 彎曲的地方 利用這些吸管把它彎成像這樣子 我們要做穿針引線的動作 我們就在這邊呢 用熱熔膠點三點就好了 這樣子就完成了 好 小朋友我們 轉角處都黏好兩個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在這個 斜面跟面板銜接處 這邊也要一個 好 所以這邊也會有一個 沒錯 好 那這個我們要用直的就好了 把它小心的 黏起來 那接下來完成了嗎 還沒有 還沒 那接下來我們要貼哪裡啊 超重的地方對不對 對 會有很多的線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可以把線呢 這樣子上去 所以我們當然就會希望有一個 像這樣子的吸管 有沒有 就可以把線從這邊引過去 我們盡量讓它兩邊 可以對稱就好 這邊也要對好 出口跟出口對好 我先固定一下 手不動 OK 好 現在就是讓我們的主角 小魚登場 耶 那當然小朋友如果你們 前面你的設計是草原 是兔子的話 你就可以剪個兔子的外型 那如果是設計像廚房一樣 你可以設計一個圓形的盤子 盤子 那我們這邊設計的是小魚 所以呢 就準備了三個形狀 一模一樣的紙板 要一模一樣的喔 那為什麼要三個呢 小朋友你們知道嗎 就是如果只有一個的話 彈珠就會流下去 對 它的厚度不夠 彈珠就會跑出來 所以呢 我們準備了三個一模一樣的 就希望它彈珠可以在裡面 不會跑出來 現在這個地方 兩條150公分的 綿繩 對 那這個是我們 穿針引線的重要工程 把我們兩條150公分的綿繩 放到第一條魚的身上 利用熱熔膠 塗在另外一條魚的 背後的地方 待會我們就可以這樣子把它 蓋起來 蓋起來 好 那接下來 哥哥要請你幫忙 耶 完成了 釣到一條魚了 現在就要幫小魚 來穿針引線囉 那要怎麼穿呢 香草姐姐 我們要把線 穿進剛剛已經貼好的吸管裡面 好 成功 好好玩喔 要記得喔 下面還有兩個 兩個也要穿進去 好 拉起來 好 穿好了 要讓 魚要下來 這個長度剛好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穿進去 好強喔 加油 加油 那線要拉好喔 剛還要在這裡 所以線還可以再拉 對 收線也是很重要的 最後它的這個搖桿的部分 搖桿的部分 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先準備 直徑六公分的圓形 兩個 還要再三個 直徑四公分的圓形 三個 把這三個小的圓形疊起來 好 那我塗的時候 可以把我蓋起來 像蓋餅乾一樣 小的圈圈 跟大的圈圈 要把它黏在一起 現在呢 因為我們要收線了嘛 對 所以這邊的線 黏在這邊 黏起來 接下來要把它固定囉 那就是剛剛 又有牙籤又有洞 把它戳進去 直接戳進去了 對 再塗個膠在這邊固定一下 好 現在我們牙籤的膠已經乾囉 所以要把我們的方向盤 放上去了 方向盤 啪啪 好 那就記得 放上去的時候 它的方向也要是對的喔 要記得線要在上面 線要在圓圈的上面 對 從上面收 然後往內轉 這邊 好 對齊這個洞 戳下去 然後線再收一下 這樣就完成了 好 另外一面呢 也是重複一樣的動作 這樣幫我收 收哪邊都無所謂 只要之後放上去的時候 方向要對就好了 對 嗯 好了嗎 滾滾滾滾 不要忘記剛剛前面的那個 我們的好幫手牙籤 小配布 線呢在圓圈圈的上方 才是對的 沒錯 那我們玩之前呢 要先裝飾一下囉 對啊 我們都沒有這麼辛苦 要讓它變得漂亮一點 才好看 對 作品才完整 完成了 完成了 哇 哇 哇 小朋友待會兒遊戲規則聽清楚囉 就是呢 計時一分鐘 看你們誰可以在一分鐘之內 運完最多的彈珠 就是優勝者 有信心嗎 有信心嗎 有 我對你們也有信心 那就準備 準備囉 計時 開始 加油 好快 你會不會太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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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還是要對自己的作品就是 我覺得要 溫柔一點點 溫柔一點點 搶人 溫柔一點點 配情就還滿溫柔的 因為它直接拉下來 它的海洋洞心被拉起來了 我們 要保護一下我們的作品 慢慢來 OK 慢慢來 對 不急不許 可以的 對啊 所以它慢慢來就好了 這是所謂 欲速折不打 折不打 凡事呢 就是慢慢來 你看吧 你看你就一直那麼快 難怪一直掉下來 你試著慢一點 搞不好就進了 對 你看 佳人 佳人 可以的 這個海洋 你要在左邊一點 有 太近了 你看 只要速度慢慢來就會成功 不錯 先速度快一點 然後再慢慢去 它又掉了吧 不要掉 速度慢一點 我拜託你 我快被佳人笑死了 你看 好 剩下 10秒鐘 9 8 8 7 6 5 4 3 2 1 7 計算成績 好 佳人這邊有幾顆 3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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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的 沛琴有 1 2 3 4 4顆 所以優勝者就是 沛琴 沛琴 3顆 小朋友們好不好玩啊 玩 好玩 所以在家裡面 爸爸媽媽只要照著哥哥姐姐的步驟的話 就可以做出一個 屬於自己的紙箱玩具 沒錯 所以爸爸媽媽趕快帶著小朋友 一起來玩這個小魚出來 小魚出來 小朋友我們再來玩一次好不好 好 來 彈珠拿過來 拿出來 3分鐘做玩具 今天由香草姐姐還有Q獎 要來教大家做 動物跳跳跳 那麼今天的主角就是小兔子啦 這個要怎麼玩呢 來喔 先把兩個紙杯放在一起 Q獎幫我倒數3秒 3 2 1 跳 好高喔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玩具 我們要準備什麼材料呢 首先要準備兩個紙杯 錐子 剪刀 雙面膠 橡皮筋 還有一個你喜歡的小動物的紙型 先拿出一個紙杯 在它的下面的地方 鑽兩個洞 因為鑽洞的動作比較危險 所以要請大人來幫忙 另外一邊也是 對稱的地方 穿一個洞 再來就是剛剛有準備的橡皮筋 把它剪一半 把橡皮筋穿進洞裡面 穿進洞裡面之後要打個結 接下來因為今天的遊戲是什麼 動物 跳跳跳 所以我們有準備我們喜歡的小動物 我的是什麼 青蛙 青蛙 那你的是什麼呢 我的是兔子 兔子 好 現在我們要開始來畫畫囉 小朋友也可以畫你們自己喜歡的小動物 畫好你的小動物之後呢 就把它貼在剛剛已經穿好橡皮筋的幾杯上面 用雙面膠把它黏起來 我們都完成了 那麼Q獎 我們現在來比賽 看誰的動物可以跳比較高 好 來囉 準備 1 2 3 你的兔子跳好高喔 那我再比一次 好 再一次喔 數到3 等一下 好 1 2 3 妳好厲害 妳的比較高耶 Q獎這個遊戲好不好玩 好玩 所以小朋友 只要準備簡單的材料 就可以一起來玩這個動物跳跳跳喔 我們的節目還有更多好玩的玩具 請一定要收看 《紙箱做玩具》 我們下次見 拜拜 Q獎… 我們再來比賽 我這次一定要跳比你高 1 2 3 對 你的真的比較高耶